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实施的认真工作 好好做人 做点成绩出来 给自己看 也给小帆看 孩子 你这么想就对了 老子 溜嫂 开饭 开饭 快点 怎么样 公司的年度审核出来了 我们三组不至于垫底吧 也不至于垫底 但也不是第一 你放心好了 明年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也许不用到我明年了 大面 建议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实在让人很失望 我和关总商量后 决定让你不再担任销售三组的经历 关总 许总 我承认我前段时间家里确实有点事 不过都已经解决了 我相信我有能力明年继续担当这个销售经理 真的 你们相信我 你都处理完了吗 你处理完了怎么最近上班了 是迟早早退的 许总 我前段时间不是家里有事吗 后来我朋友也出了点事 你说你 不是家里有事就是朋友有事 你什么时候才能没事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有家人和朋友 这个有事 那个有事 那业绩还要不要呢 这家里的私事 它不是影响工作的理由啊 如果我走了的话 那三组的人谁来带啊 我们打算让方婷坐 方婷 对 方婷 你这段时间是频频地出状况 而方婷的沉稳的办事能力 我们都非常认可 我说什么 那能让我给方婷当经理助理 方婷说 她已经有合适的人选 至于你嘛 你愿不愿意到第一组 去给孙经理当助理 谁做错的事都在接受处罚 你要到一组好好干 机会还是有的 不用了 我辞职 大明 你别冲动 关总 许总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大明 算了 算了 辞职也许对她是件好事 这样吧 你好好地给她写一封推荐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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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罪你了吗 方天 我想努力工作有错吗 如果你真的对工作 又认真又努力 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我那天给你发请假短信 你不是没收到吗 我收到了 但是我把它删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是压倒落头的 最后一根刀子 方天 任意与人之间的亲爱 你就看得那么冷淡 我在公司对你那么好 我那么信任你 我把我所有 连续人的电话都给了你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冷静一点 咱们找一个地方 好好地聊聊 你只要在这地方谈丢人 好 我给你这个面子 就当是我送给的 最后一个理由 天天让钱 说吧 你还想和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我用了卑鄙的手段 把你经理的位置给抢了 难道不是吗 是 没错 我是使了一些手段的心机 但是王明轩 我不觉得我错了 你知道吗 我因为你背了多少黑锅 你知道公司的人 都叫我什么吗 金牌小散 所有的人 包括关总 徐亮 他们都任我 方婷破坏了你的家庭 王明轩 我方婷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凭什么背这样的恶名 这个恶名是我让你背的吗 方婷 你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是谁整天跟我在公司里玩爱 是谁大半夜搬到我宿舍隔壁去住 是谁整天说吵着离婚都是因为我 这些不都是你做的吗 人家李希请我吃顿饭送个花 你看你那个脸拉的 好像我们俩真的有什么关系一样 你把我方婷当什么了 你的个人物品吗 我就不明白了 我在乎你有错吗 你是真的在乎我吗 王明轩 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去出发 你太自私了 关于工作 我方婷觉得没有任何亏欠你 因为所有的工作 都是我一手去抓的 我不仅要帮着你的工作 还要帮你解决个人问题 我还得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 我方婷没有破坏你的家庭 否则我就没犯错人了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因为你耽误了我的工作 我不能给我的父母丢脸 那我的事业呢 我辛辛苦苦得来的事业呢 你的工作应该由你自己去负责 你走的每一步路 你应该想好了再去迈步 不是应该由别人来负责你 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你的事业 利用我对你的信任 对你的感情 我是有不对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 从来就没有过坏心 从来就没想过要伤害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在这一点上 我承认我是有一点不分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请你问你写事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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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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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